Bovid 之後會否在這方面做再做多了 亦都推動你們做得快點 兩方面 COVID 如果你問過COVID 因為COVID 的期間 其實我們要注重的 不單止是同事在所謂的工作和生活平衡 或者一些共用的環境 例如不同的性別 不同的宗教的取向 因為我們有幾十個國家 就算你去我們香港總部 一層樓裏面我想有起碼20個國家的人 是吧 但是在COVID 期間 我們反而將一些優惠優惠 譬如我們說安全是最重要的 如何去營造一個安全的環境 給同事上班 因為我們的特色跟一般的文職很不同 我們不能work from home 是吧 經常都要鍛鍊 你碰到那件貨 你怎能work from home 是吧 不能遙控碰到那件貨 去做貨的時候 有很多人會一起 所以在這些情況之下 公司就要創造一個安全的環境 給他們做 譬如我們有足夠的防疫措施 防疫裝備 或者是疫情最嚴峻的期間 我們有AB team的arrangement 這些都是希望 很大的挑戰 我亦都很坦白地跟各位觀眾說 因為我們蠶蓋的國家比較多 有些國家在當地的資源問題 是做不到的 所以你說我們成四萬人 那全球有沒有人 我們不幸染病呢 有的 也有兩位同事不幸過世 包括印度和馬來西亞 但是我們希望 我們在有限的資源下 我們盡量做 我們不可能說百分百完美 明白的 但我想聽一些 遇到的困難那類的東西 即是 像你所說 全球這麼多地方 每一個地方 他們的制度都不同 他們人的文化不同 他們本身一生出來 對衛生的看法都可以不同 也有很多東西 例如你們的一些設備 都不是完全你們的 也都很難完全由你們控制 是怎樣去推進這個ESG 即是在整個推進的過程 其實可不可以多分享一些 困難的經歷給大家參考一下 是的 這些其實是一個最特別的 我們所謂的 我們是一個所謂的 所謂的 service provider 我們是沒有飛機 沒有船 是不是 那所有東西 如果你要去ESG 做到某個水平的話 不是單靠我們做好的 譬如我說 我要希望用一些低碳的燃油 去運送我的貨物 我們自己的車隊 我能夠控制到 是的 那船公司我控制不到 是的 你沒得逼他 他不用 全球只有幾間船公司 航空公司 更加是 更加搞不到 所以我經常都說ESG 是要全球一起去做的 另外就是 剛才Debbie你也說過 各地的資源不一樣 各地對ESG的水平也不一樣 我很記得的 我去印度的初期 最初和我的同事去接觸 我們衛生的標準的時候 就是我們展示 我們衛生的標準的時候 印度同志是笑著我們的 為什麼 其實不是我們不乾淨 不是我們不衛生 是你們太乾淨 失去了免疫能力 是的 對的 所以這件事真的很難說 很多去過等到的香港人 就完全明白你的 是的 我們希望 好像我剛才這樣說 我們是有一個中央的目標 希望各同事或者各地區 一起去配合